我們看這個例子 它將坐標旋轉45度 求直線的新方程 我們知道這個 舊坐標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cos45度 -sin45度 -sin45度 -cos45度 大XY 這個都是根號二分之一 所以就知道 s等於多少呢 根號二分之一 這個乘以這個 大X-外 881連等於多少 根號二分之一 往這個相乘 這是大X加外 然後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求大X 跟那個大Y的關係 2 這個小X 跟號二分之一 跟號二分之一 大X-Y 那加多少 減 減那個小Y 小Y就是 跟號二分之一 大X-Y 這還等於0 這還等於0 那我就 跟號二分之二 減不掉 跟號二分之一 就等於 跟號二分之一 或是把那個 跟號二分約掉 再跟號二分用看 2X-X是X 負二分之一 負二分之二 減Y 減三分之一 等於0 這就是新的方法 再我們看 第二小集 第二小集 是一個 雙曲線 我們帶進去 看能不能 得出一個 標準式 再兩個相乘 這X-Y 等於多少 二分之一 1 S-Y 成為 S加Y 會等於 所以得到什麼 得到是 S 平方-Y 平方 把這二拿過來等於二 把這一個標準的雙曲線